我們剛剛提到今年是沙翁四百五十週年的生日 其實全球不知只有這兩年 之前開始就每年都在演莎士比亞的劇作 像是英國的環形 就是莎士比亞的環形劇場 然後紐約每年夏天都會有一個莎士比亞的演出 甚至我們知道其實有一些影星 比如說像求德洛前兩年也開始演了 回去劇場演 整整大概兩年三年的時間 全世界都非常莎士比亞 好像我們這次高雄春天藝術節也有莎士比亞的作品 沒有錯 因為其實莎士比亞它真的是一個非常令人景仰的經典 包括我們在台灣 我們會看到非常多的在地劇團 甚至連高雄都有很多在地劇團新團隊 他們的第一個作品一定都是改編莎士比亞 今年是否莎士比亞誕生四百五十週年 其實到2016年它四世四百年 就在這三年的期間裡面有非常多 甚至有些組織有些團隊 他們都會有一個莎士比亞的三年計劃 那其實春天藝術節今年開始我們也希望能夠 能夠在這樣子的狀態下來做這件事情 開始跟大家一起再來認識這個偉大的剧作家 所以今年我們找了兩個作品 這兩個作品非常的 我們自己在尋找的過程當中也覺得他們兩個撞在一起剛剛好 它一大一小 我們先介紹第一個 是馬克白後傳 對沒有錯它一大一小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來講的呢 就是大的 馬克白後傳 那在今年我們找作品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叫做超譯經典 因為莎士比亞竟然已經是經典了 我們再找經典來詮釋經典 好像會有點太過於刻意去塑造經典的定位 所以我們概念是超譯 就是希望這個經典它是被重新詮釋跟解讀過 所以我們今年找到第一個作品是馬克白後傳 它是由英國皇家莎士比亞劇院跟蘇格蘭國家劇院 結合在一起所做的一個創作 就是天王加天王就對了 對 然後 講簡單話就是這樣 不只是天王 而是當我們找到這個組合的時候 我們跟國內很有名的導演叫做蔡伯章 跟蔡伯章的時候 蔡伯說這是一個令人血脈噴章的組合 它不只是他們兩個劇團 它本身在英國甚至在莎士比亞作品詮釋上 有一定程度的一個代表性以外 它其實他們兩個都很敢於創新 所以這個作品我們叫馬克白後傳 後傳的原因就是 它跟馬克白其實沒有這麼大的關係 它在詮釋的是馬克白的故事結束的時候 莎士比亞埋下了一個梗 馬克白死了 馬克白夫人好像死了 我們知道的都是他也發瘋然後自殺了 對 然後看起來好像是真的自殺了 可是這個英國的劇作家大衛格雷哥 他非常的有創意 他就說其實馬克白夫人沒有自殺 馬克白夫人就說你殺了一個還有一個 你殺不完的 你也不知道你殺的到底是不是我的孩子 馬克白雷哥 馬克白在這樣的背後 馬克白還有天人交戰 他只有野很不一樣要兩心 他在太太一點兩心都沒有 馬克白晃就那些是 這個衝突就很失了一句話 它真正的主题是 还是讲这个野心跟良心 《三十比亚》的戏 有很深的心理学的了解 那么这国语歌到底要表现什么呢 这留给我们当代的台下的观众来 好 这位英国当代被认为是 最有趣也最有创意的编剧家 大卫格雷格 他写得好特别 他说马克白夫人最后没有自杀 对 他后面还写了什么呢 他后面写了就是这个 马克白夫人遇到了一个将军叫西华德 然后他们之间有一个非常火热的爱情故事 但在这个爱情故事当中 他们还是遇到了这一个地方 叫做Danceyland的这个城堡 持续地遇到入侵 遇到权力上的争夺 遇到一个捍卫自己家园 重建家园的种种的故事 他把它全部融合在这一个作品当中 而且我们说为什么 他是一个非常有创意 非常对于当代的社会政治情势 非常有反省的一个剧作家 是其实他对于莎士比亚 他不是只是去演出他的经典 他也很反映当下 英国甚至是全球目前的政治局势 没有错 他其实在作品当中用了非常多的暗语 这个暗语是暗语者可能英国的 他对于英国现在现况观察的一个不满 对于当政执政者 他所做的一些政策的错误 或是一些过度他觉得狂妄 所以他在里面就把这些事情 投射在每一个角色当中 甚至他在里面探讨的非常重要的 就是人的野心 战争还有和平 所以在这些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 在入侵以及人们重新回复自己家园的过程当中 他把他对于伊拉克的观察 他把他对于英国的观察 对于美国这个霸权国家的观察等等 都写在这一个作品当中 其实我去英国看的时候 现场的英国人一直在笑 因为他们都感受到他的讽刺跟暗语 他们听得懂这个剧作家在讽刺什么 那当然我现场没有办法听得这么懂 然后我希望到了高雄 台湾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感受到 因为其实这作品里面讲到的一些人的野心 跟一些国家之间的斗争 是跟线下的台湾也有这么一点点关系 尤其今年苏格兰要公投 对 要不要从英格兰独立出来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主题 对于艺术家来说 他是非常愿意去发挥的 他自己就说了政治跟剧场是不可能分离的 那其实这个概念我们 那个时候会找这个节目也非常认同 因为在春天艺术节当中 我们也认为社会跟剧场是不能分离的 所以历年下来不管从戏别议题切入 从我们邀请过DVA 从人权议题 宗教 种族 歧视 到今年的DVA 到今年的B18 Jones 不好意思 他里面其实也探讨了人权 甚至艾滋病 甚至种族歧视等等 那这个作品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它 去思考跟社会的连结 我们还是希望艺术节不是这么纯粹的一个 先而上的艺术节 它是接近民众的 接近社会的 甚至它是可以带动一座 一次这整个城市的启蒙运动 好 刚刚邵媛讲到一件事情 我非常地忌妒 就是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讲到 其实那个泰德美术馆旁边有一个 莎士比亚环形剧场 它是原汁原味地就模仿 当年伊丽莎白仪式的时候的莎士比亚时代 他们是怎么样看戏的 结果邵媛竟然跟我说你去看过 对 没有错 会不会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那个剧场里面看戏是什么感觉 那其实一件让人非常感动的是 当我去年要去到英国的时候 我就出发前我就赶快买下一张票 然后刚好买到 也好有缘 我买到的就是马克白 所以我在原污剧院里面看的就是马克白 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那么有钱 所以我们坐得非常的上面 但是它就是非常传统的一个 在那个时候的剧场 它虽然有重新整建过 但是它也修复着非常的完整 它是露天的 露天的连屋顶都是茅草的 那种感觉 那舞台就在中间 然后就是非常莎士比亚的演戏方式 所以就是演员 歌队还有乐队 现场就这样演起来 然后其实它的平面层 有非常多人站着 观众偶尔会从观众席里面冲出来 演员会从观众席里面冲出来来演戏 甚至从观众席离场 然后我看到一半的时候 我后面突然有歌队唱歌 因为他们的歌队会散落到 整个原污剧场里面的每一个角落 然后就从七点多那时候 英国还没天黑 所以就是从黄昏一路看到晚上 然后他们没有别麦克风演员 非常的有力 我坐在三楼声音就这样穿透上三楼 非常的清楚 而且声音中是带有情绪 然后莎士比亚的作品 用英式英文来诠释的时候 很好听 就整个人都会有点融化这样子 然后就是会非常陷入在作品当中 而且我觉得那个氛围 营造出那个时代的感觉 让你更能投入在作品当中 非常的特别的观赏经验 他的剧情跟我们想象中的 《威尼斯商人》也都不一样 而且他们真的把它弄得 非常非常的浅卫 大家可以看到预告片里面 他们全部都是穿西装打领带 跟我们想象中的那种 比较古典的《莎士比亚斯》不一样 《莎士比亚斯》不一样